本届田径欧景赛最闪耀的人要属荷兰女神博尔 博尔在本届欧景赛拿下了三枚金牌 成就了欧景赛三金王 从女子400米篮 女子400米和女子4成400米接力 博尔全部都得冠军 而且接连打破记录 在女子4成400米接力中 博尔所在的荷兰队一度表现不够稳定 他们派出的是萨尔伯格加克拉佛加德怀特加博尔 第三棒德怀特被比利时和英国队超越 甚至还被波兰队逐渐追上 关键的最后一棒给到博尔 只见他大步如飞 很快就缩小了与前两名逐渐的差距 在最后的阶段 弯道便直到阶段 博尔强势超越对手 成功夺得金牌 成绩定格在3分20秒87 这也刷新了荷兰国家记录 夺得冠军 女子400米兰项目中 这是博尔的专项 她以52秒67的成绩拿下金牌 直接打破了赛会记录 表现极其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 欧锦赛女子400米兰的记录 保持了足足12年的时间 如今被博尔打破 女子400米 博尔以49秒75夺冠 直接打破了欧锦赛的赛会记录 同时创造了新的荷兰记录 可以说 博尔只要出战决赛 就可以夺得金牌 而且还是以创纪录的成绩 站上最高领奖台 不愧是本届欧锦赛的最大赢家 在今年的世界田连周济巡回赛中 一项世界纪录诞生了 那就是女子300米兰 博尔以36秒86的成绩夺冠 打破了封城9年的世界纪录 超原记录一秒多 比赛开始之前 博尔就获得了最多的镜头 他是夺金最大热门 基本上没有对手 100米时 博尔已经是第一 他的节奏很好 也没有降速 200米时 他已经有绝对优势 最后 博尔冲向终点 把其余对手远远甩开 比赛结束之后 博尔看着自己的成绩 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 他的确打破了封城9年的世界纪录 博尔的成绩是36秒86 过往的世界纪录是38秒16 博尔将原有的世界纪录 提升了1秒多 除了成绩出色之外 博尔的颜值和身材堪称逆天 1米84的身高 身高腿长的他在赛场上不符很大 22岁的博尔 6块腹肌非常强劲 不仅仅有大长腿和好身材 博尔的颜值也非常出众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田径女神 当然 博尔最为出千的还是成绩 他堪称全能 无论是400米还是400米篮 都可以拿下欧洲冠军 同时在夺的冠军之后 身披荷兰国旗的他泪洒赛场 这一幕也令人非常感动 博尔在4天时间内 5枪比赛 3次夺冠 2次破国家纪录的奇迹 在此赛场上直接封神 有人说 博尔能够创造奇迹 得益于欧锦赛赛场的安排 和对手实力相对较弱 其实确实如此 如果不是欧锦赛规定 赛季前10名的运动员 可以不用参加预赛的争夺 或者说赛场上 由于博尔实力相制衡的选手 那么博尔的压力也会增大 最终他也不一定能赢得 如今如此大的成就 但是这也绝不会是 博尔夺冠的关键 抛开这些因素来看 最重要的还是运动员自己的实力 在赛场上实力决定一切 2000年2月23号出胜的博尔 如今也才只有22岁 却有惊人的成绩 博尔拥有一米八四的身高 颜值和身材也堪称逆天 身高腿长的他 在赛场上步伐很大 这是他的优势 也是他的天赋 但是天才少女博尔 教人成绩 一定是后天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爱迪生曾说过 成功等于99%的汗水 加上1%的灵感 但往往1%的灵感 比99%的汗水更重要 博尔能够在400米兰 400米 4×400米三个项目中夺冠 想必平日里 也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 如今博尔在欧锦赛上封神 是对他努力和实力的肯定 希望博尔能够保持初心 不断超越自我 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